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什麼是生活上的長期主義? 是畢業以來都做同一份工作? 是擁有一段很多年的關係? 還是用了很久都沒有想換的物品? 以上皆時 以上皆不是 少了些形容詞 例如是畢業以來都做同一份滿足的工作 擁有一段維持了很多年的健康關係 但是用了很久 狀態仍然很好 沒有想要換的物品 Hello 大家好嗎? 最近我看完了這本書 叫做整理修納的吸引力法則 它是一個香港的專業心理輔導及治療師 叫做安靜所寫的一本書 是說了整理家居 和吸引力法則的關係 不知道大家是否相信吸引力法則 我自己也挺相信的 當一個人住一個什麼環境 或者什麼氣場當中的時候 他就會吸引到一些相對應的事情 這本書所提倡的就是 我們自己的家居 每天回來睡覺住的地方 就是最大 最影響我們一個吸引力的場所 究竟今天這個主題 長期主義什麼事呢? 簡單生活中的長期主義本質 其實就是珍惜我們和物品的關係 買少一點 但是用多一點 家居清爽 我們吸引回來的能量 自然就會正面乾淨很多 而且還有一個好處 其實可以令我們更加專注去做 我們本身想做的事情 或者是未來想達到的一些事情 這樣就可以慢慢吸引到你想要的事 我家也有幾件 不經不覺用了很多年的長期物品 例如是這個高櫃 其實它最原本的狀態 是一個屬於樓架床下層的橫櫃 2019年搬到第一次獨居的家的時候 我就叫搬屋師傅幫我 將它在樓架床上拆下來帶走 床就不要了 師傅當場眼都凸了 在第一個獨居的家 它是一個橫放在窗台的櫃 後來變回做打直站的櫃 上面的木紋貼紙 都改過兩次了 我還是蠻喜歡這個櫃 還有還有 這個是我中學時代已經存在的衣櫃 雖然它某一些部件都已經因為 搬過幾次屋而鬆脫了 但是也不太影響我去用它 我曾經也想換了它 但是看過很多款的格局 也不太適合心碎 看來看去也是這個最好 轉換物件的用途 也是長期主義的一種做法 好像這個陶瓷花盆一樣 原先種在這個花盆的植物已經死了 但是我暫時又不想種新的 所以就把它抹乾淨 拿來做著收納器具先 以及按下 最後再換 ENTÉC 好香 你喜歡 liter 你喜歡哪一種 還有一個 そして你喜歡 你知道嗎 你喜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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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長期主義不同 長期主義的重點就是要用 用得多的東西的價值才能發揮到最大 並不是叫做囤物 而是賣得少一點 但是用得很多的東西 消費本身沒什麼不好的 但是買了東西回來 怎樣去看待它 或者是不是經常用它 會用它 這才是關鍵 好 今天的影片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